日前獨家報導有本港印庸收到單張 懷疑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企圖招攬成員事件再有新進展 消息人士透露近日在多個印庸墜腳點 再有印庸從銅鄉手中收到另一張傳單 邀請出席稍後在本港舉行的一個神秘聚會 會由來自印尼學者擔任港者 傳單上面印有幾段印尼文字 大致意思是邀請印庸出席 他們舉辦的回教活動 性質類似崇拜以保持心靈健康 文字當中又出現異端、培訓和獨立等字眼 傳單上也印有伊斯蘭國 和相信是主辦團體的標誌 以及港者的名字和照片 我們打過去傳單上的聯絡電話了解 不過不通不通也沒有人聽 我們找到那名港者的社交網站 發現他曾經貼出多張手持長槍的照片 其中將他做出支持伊斯蘭國的手勢 身邊更加有一幅相信是伊斯蘭國的旗幟 消息人士指擔心有人在聚會上另有目的 不過各個港者早前搭飛機來香港的時候 被本港入境處拒絕入境 所以聚會會不會如期舉行 仍然未有定案 我們星期六去到其中一個印容最弱點 維園未見有人派發傳單 不過有姐姐就說從社交網站 見到同鄉呼籲 小心有關的招攬行動 亦有印容說如果收到招攬傳單會報警求助 亦有印容說如果收到招攬傳單會報警求助 我找TV東網電視新聞台不得